其實呢 今晚這麼巧 真不知道為什麼 上個星期四呢 也是我們略以 也是我和你嘛 就是Ben仔加Nicole 原先有馬強尼 但強尼原來她是工作忙 一個不小心就記錯時間了 所以沒有回來 那今晚呢 原先就是Nicole加何慕斯 再加小弟 何慕呢 大家可以去她的WhatsApp 不是WhatsApp 那個Facebook 你先公開她的電話號碼 首先 我可以的 9779 你可以去Facebook問一下她 因為她今天真的病了 所以今晚就回不了你做節目 但沒問題的 小弟和Nicole是繼續會聽你們的電話 所以若果你們有什麼想和我們分享 聊天 生意見 甚至吹水 我們都歡迎你們的 電話號碼是1872966 或者1872977 我知道已經有些電話 謙哥已經打通了 若果其他朋友 無論你剛好遇到 我的感情問題 追女生追不到 或者是女生打過來 或者是那些 我已經單身了很久 我有很多東西可以和你們分享 但又不是太方便 給我一點時間 另外就是婚姻出現問題 工作 學業 或者 大佬 我考完DSE 了 我現在個人真的很聰明 不知道做什麼好 應該去旅行好 還是去做part time 好 還是怎樣算好 都可以打來 1872966 或者172977 純粹吹水 我們都歡迎的 因為有一部分的朋友就說 你們下季就開三天 我知道你們雖然加了少許錢 但我們都很想給意見 打電話來 172966 或者172977 我又要再說一次 下季就是6月頭 阿謙你知道什麼是6月多少日嗎 如果我沒有看錯 就是6月11日 6月11日就正式開始我們的下一季 而今天就是5月16日 17日 17日 看不到時間 5月17日 剩下的時間 不夠一個月 如果大家知道你們做節目很辛苦 你們都很努力去做 多謝你們的支持 你們預早去買定 我們非常之歡迎 因為你們預早買定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可以盡早去幫你們開通你們的account 不會說臨開的時候聽不到 或者中間有什麼問題 你們又處理不及 另外就是 如果你現在還在看Facebook Live 或者在聽Facebook Live 你又知道 他們做節目都是跟我們上班一樣 也要出糧的 而你又想聽一個星期有三晚的香蕉 多謝你們 你們可以去我們在Facebook Post上很多不同的途徑 無論是在網上給PayPal 給Credit Card 銀行過戶 或者上環的D100專門店給錢 我們都一樣歡迎 你們可以用不同的模式去支持我們 多謝你們 三個月 都只三個月一季 只不過是300元而已 我跟阿強那天星期二計算了 七元左右 一集 對 七個多一集 兩個或者三個人分 就是了 你想想 七個多一集是第一個爛 很便宜的 我開車回來都不知道 沒錯 大家都是很努力去做一個節目給大家聽 也希望大家開心心的 還有 接下來這一季 是會有舊人 也會有新人的 舊人就 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經送WhatsApp過來猜到 我也緊張 舊人 你不用緊張 我也喜歡 會有舊人 但又會有新人 總而言之 只有一個原因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希望大家聽得開心一點 而我們又做得好一點 所以如果希望 聽到連續三個月 每一個星期有三晚的香蕉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們 在等你們的支持 另外我們的電話 在等你們 1872966 或者1872977 因為在星期二晚 我看到星期二晚突然有很多電話 我聽不及那麼多 所以有些電話 就摘到今天 我現在會很快地聽 但如果你想打電話來的 我也是在等你們的 無論你有感情 婚姻 工作 或者因為Nicca在這裡 如果任何關於情緒 心理 又或者是 我不懂怎樣搞我的小朋友 這是最多不同的朋友想問的問題 你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966 或者1872977 等著你們的 所以這樣說 又上個星期四等到現在 這麼厲害 不是吧 我們沒有收到 星期四 我上個星期四打來 因為那天我最後一天 打來打來想跟你聊聊天 然後又輪不到 星期二又輪不到 那今天真的很好 第一個接你 大哥 你貴賓 我們VIP 就是了 如果你在現場 我還不幫你打骨 捏腳那些 給你一個中央位 你先坐 喂 我看到我想到 我讀了WhatsApp 因為在WhatsApp 第一個 有人說 我想找雞腿 他現在做會計運員 想問有沒有工作介紹 會不會太短 你想做會計運員 還是想做什麼 其實你都可以打上來 我們都可以給你很好的意見 打來1872966 或者977 至於另外一位朋友問 下季可不可以請梁繼 將Michael上來客說一下 我覺得你這個意見很好 我答應你 我拘捕他來 我無論如何 起碼拘捕他來一次 但不會告訴你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喜歡聽的 買吧 除了你之外 你叫你身邊的人買 OK 買香蕉 三百元 三個月 一季 喂小小姐還沒問你 三百元一季 是 難怪我寫一個說 叫你收五百元 哦 五百元沒有人買 不行啦 我們被人罵死 是呀 你知道啦 其實 你三百元就叫正勞 因為你二百元就兩萬 現在三萬元就三百元 I love you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你又繼續說 你知道起碼是公道 是不是公道 是呀 是 很公道 是 還有你有家人呢 你想一下 你又叫阿群沒有 噓 你幹嘛爆啊 噓 沒有人知道的 是 他講過啦 彈出來的 你有說嗎 你這麼壞的 有說過的 我打算大灣區近一點 大灣區人嘛 波浩賤人 我想說回呢 我打來 因為我一開始上班的時候 打來跟你們說 我十幾年沒有工作了 找到工作了 你不是在做會計嗎 幫一間酒樓做會計嗎 是啊 是啊 現在都做了一年半又多 那麼久呢 是啊 那麼久了 十八 十九個月了 這樣 因為前一陣子 我有一些情緒有波動 什麼事啊 是不是 香蕉療動你的情緒 一定是你療動的情緒 是啊 你睡眠窒息我笑你 你不知道拿些什麼材料 他剛剛呢 他上個禮拜打來 睡眠窒息呢 他罩了東西 戴著他口罩 Captain America 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罩著臉 哈哈哈哈 你說 那天還沒有出事 那天就剛剛 就進了老人院 那四兄弟姊妹呢 就有些 有些意見不同 那樣 因為其實 我的情緒 最大先動 就是我的家人 嗯 就是外面的人 就是 我都沒有什麼 怎麼理的了 是 嗯 就是 就是 可能 導致自己很不開心 就是 就是 以前的事 心仇緊 身仇緊 身仇夠痕 哈哈哈 全部都 吹出來 那 就變了 那個人 情緒低落了 就 就是 集中力 注意不到 剛剛說著 又要報稅 又報錯稅 哈哈哈 報稅的那些 你計錯了 你可以跟稅局說 他們 他們很有耐性 他們可以逐樣逐樣 幫你搞定他們的 你放心 我試過的了 我知道 我想 我是開埠以來 不知道多少個 是第幾個 我是可以拗贏稅局的 我真心 我真心覺得自己 哈哈哈 其實 還沒交上去之前 我都已經看到了 不過我自己就 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就是覺得自己 為什麼 就是 太過要求完美 嗯 Liko就知道了 嗯 為什麼Liko知道 因為Liko也是要求完美的人 哦 是 基本上是強迫症的朋友 是